我将会教给你我最棒的10个拳击沙袋训练 它将会帮助你提升你的拳击水平 所以在下次去到拳冠师 一定要试试这些训练 我向你保证你能因此而进步 如果你刚来这个频道 我叫托尼杰弗里斯 奥运铜牌获得者 钱不败实业拳手 踢解全国冠军 欧洲冠军 在这个频道 我将会给你海量的拳击教学 所以一定要订阅这个频道 并打开通知按钮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其他此类视频了 我猜现在在看这条视频的你 没有在打沙袋吧 那么我建议你做的就是 看完这条视频后 将它发送给你自己 或者将其加入收藏列表 这样在你下次打沙袋时 就能马上找到它 它能让你立马想起这些训练 第9个沙袋训练 是我一直以来最喜欢的 它真的帮助我提升了拳击水平 并且KO掉许多对手 所以一定要坚持看到第9个训练 它绝对能够让你焕然一新 在我向你展示第一个训练之前 我要说的是 你可以在击打沙袋的回合内 做这些训练 在回合开始时 或者回合结束时 又或者将这些训练 做上一整个回合 以此来获得最佳的效果 好的 下面就让我们进入第一个训练 那就是在你打出每一拳 或者每一套组合拳的前后 都去移动头部 这是你应该一直去做的 它能让你养成好的习惯 还能让你看起来像是一个职业拳手 那么具体怎么做 我在击打沙袋 我打出刺拳 然后移动 移动头部 再出拳前后 再退出去 那么这样 不单单让我看起来更专业 因为这些动作 如果我在拳台上和某人对战 我移动头部 再出拳的前后 还能让他们更加忌惮 不敢朝我出拳 因为他们心里认定 我会闪开 然后打出反击拳 此外 我还不会变成一个死靶子 让对手每次出拳都能打到我 所以要再打出每一拳 或组合拳的前后 移动头部 这会让你的拳击水平 更上一层楼 第二个训练是练习 击头接击负的组合拳 无论你打出什么组合拳 你都要先出拳击头 然后再击负 所以试着打出不同的组合拳吧 击头击负 然后移动 移动 移动 你仔细想一下 这就是你在真实的拳击中要做的 想要成功命中身体 你要先击打对手的头部 因为当你击打头部时 就会让他们下方暴露 所以先打上再打下 所以不管打什么组合拳 都要移头移腹 我爱死他了 来到第三种训练 那就是移腹接移头 我们要将他反过来练习 先击打身体 如果你打某人身体 很大概率他的手臂会放下 这让他的头部容易被拳头击中 看我 我用刺拳击负 刺拳击负 刺拳击负 然后马上出拳击头 现在是另一种组合拳 我会进入内围 在这个位置非常适合这么做 在内围 先是出拳击打他的身体 然后击头终结他 再快点 我爱死他了 好 下面来到第四个训练 这是个绝佳的训练 它能够提升你拳击中最重要的一拳 那么这一拳就是你的刺拳 是的 你的刺拳是拳击中最重要的一拳 我曾专门做过一期视频来讲解 快去看看吧 这个刺拳训练是什么 我们要怎么做 我们要先从单刺拳开始 接下来是双刺拳 然后是三个刺拳 然后打四下刺拳 再打完四下刺拳之后 再回到三二一 有点像金字塔 我们从顶端开始 然后向下 然后再做回去 所以看我打出单刺拳 接着双刺拳 三下刺拳 四下刺拳 再做回去打三刺拳 移动 二 一 然后我们再做回去 打两下 移动 三 你懂我意思 先从少到多 再从多到少 那么如果你专注于训练 好的姿态和好的技术 将会得到些什么 这将会提升 你在拳击中最重要的一拳 那就是你的次拳 试试这个训练吧 它真的很棒 那么第五个训练 就是在不同的距离下 尝试打出前手勾拳 以及后手勾拳 你在打出这几拳时 不需要做出精心的规划 只需要了解 并想着此时正在做什么就行 现在我要练习我的近距离前手勾拳 我靠近沙袋 练习这一勾拳 我可以同样打出后手勾拳 再内围出拳 然后你可以做中距离前手勾拳 这是中距离 在打出中距离勾拳时 要求你的小臂和大臂乘90度角 而短距离勾拳则是紧贴你的脸 后面还会打长距离勾拳 我曾经做过一期视频 讲解四种不同的勾拳辨识 你一定要在后面去看看 再一遍 我做过近距离了 现在是中距离 然后接下来再打长距离 接着你可以换另一只手 我将会打出中距离后手勾拳 然后是长距离后手勾拳 yes 要尝试着变换你的距离 做这个训练时 你要做的就是想着它 想着它然后去做 就这样就够了 头脑中想着要做什么 然后去执行这些组合拳 还要一直保持良好的姿态和技术 第六个训练和第一个有点像 记不记得要再出每一拳的前后都动头 这一次我们要在每一拳之前都做假动作 好的 下面看我 我要出假动作 打出超棒的一二 我在这里不停移动 阳攻 打出组合拳 我在这儿 阳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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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阳攻 然后再出拳 先做假动作再出拳 要一直让你的对手猜你下一步要做什么 如果你不是拳手 如果你就是为了锻炼身体 那你也要养肠做出假动作的习惯 因为它会让你看起来像是专业的 而这也是我们在击打沙袋时想要达到的效果 无论你的训练是为了什么 第七个和第八个训练需要你花费一些脑细胞 那么第七个训练是需要你打出一套三拳组合拳 但是我希望你每一次都能打出不一样的组合拳 试着将它练上一整个回合吧 两或三分钟这真的会让你的大脑转动起来 你能打出上千种三拳组合拳 所以我们不应该想不起来 但有时确实会 特别是处在压力之下时 现在我们要打出一些三拳组合拳 并且还要现想现做 我来做个示范 我刚刚做了五个六个 还是七个 这真的很锻炼我的思考 迫使我边想边做 因为在拳击中当我们打拳时 真的要在瞬间做出思考和判断 我想在这里暂停一下 并且免费送你点什么 它能够帮助你 在你打拳击时完善你的出拳 那么它就是我制作出来的视频包 它能给你我的理想化出拳系统 你能通过它来查明你的错误 训练纠正坏习惯 执行并养成新的习惯 重新分析新的拳击姿态和技术 然后朋友你就能够晋级 这个免费视频包还包括了可下载的材料 来帮助你查明每一个 你在拳击中所犯的错误 以此来让你表现的更好 你要做的就是点击下方链接 或者扫这里 我就免费发给你 我可以向你保证 它将会帮助你完善你的拳击出拳 点击下方链接 你会爱上它的 第八个训练是五拳组合拳 你在每一次都要打出不一样的五拳组合拳 等你在沙袋上打出五拳组合拳时 那会很快 你可以在打出组合拳之前思考 或者在打的同时思考 我就喜欢这么做 因为这样会更加锻炼你的大脑 每一次都打出不一样的组合拳 这真的对你的大脑是一个挑战 那么有成千上万种五拳组合拳 就和三拳组合拳是一样的 现在我就为你做出演示 这就是我在打拳时要做的 我要在头脑中数数 大声数出来 这真的能够帮助我 记下我自己打出了几拳 因为如果你只是打出组合拳 你可能会将数字记混 打出六拳或者四拳 你要一直打出五拳 所以我要击打沙袋五次 每一次都是 我要锻炼速度锻炼力量 我喜欢这个训练 喜欢的甚至有点过头了 好的 下面就进入到 我一直以来最喜欢的拳击沙袋训练 那就是只训练一拳 而这一拳就是前手勾拳肌腹 那么当我十四十五十六岁的时候 我就练习它自杀式练习 只练习这一击勾拳 我这里还有一段训练视频 我那年十六岁 在英国东北部的桑德兰ABC拳馆训练 视频中的我正在狠狠地抽打沙袋 来完善我的技术 我一直都在完善那击左勾拳 最终它帮助我终结了许多对手 击倒对手 伤到对手 就是用这招左勾拳击负 它曾帮助我赢下了巨大的成功 也成为我在拳击中最爱的一拳 这一切全凭这个训练 而我做的就是站在内围 练这招勾拳肌腹 练习单拳双拳三拳 你能亲眼看到 我的这几拳打出了多么大的力量 而这一切都归功于这个训练 单独去练习这一拳 这个训练简直太棒了 我非常爱这个训练 所以我强烈建议你也去练习一下吧 下面就来到了最后一项你可以做的杀带训练 那就是反击拳 想着打出反击拳 我知道在打杀带时没人会出拳打我们 但我希望你想象有拳头会打向你 当拳头打来时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防御 而现在我们要接着打出反击 下面看我打出一击刺拳 而他也反手打出一击刺拳 那么我会侧闪借后直击头 看起来就是这样 像这样 或者做另一种 我出刺拳他出右直拳 我要怎么做 我要向那座侧闪 然后将勾拳肌腹抽进去 就像这样 那么还有其他你能做的反击拳和防御 比如你可以打出一二格挡一二 你还可以打出一二后扯步 一二在上步回来的同时 刺拳后仰后直 一二后仰后直 或者你还可以做刺拳斜跨步 二勾拳 还可以刺拳击头后直击腹节 左勾拳 左侧闪 躲过对手右直拳 然后蹦 打出你的反击拳 这套组合棒极了 朋友们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请给我点个赞 我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 制作这个视频 此外订阅这个频道 看更多此类视频 感谢观看